咳咳咳 昨天晚上 事件中一躺到床上之後 就完全睡著了 到今天才醒過來 好在精神抖走了一番 Oh my god 唉 真是一分錢一分貨 收拾收拾 準備出發 來 唉 我覺得回家之旅真的很漫長 有點有點煩 啊 激烈 唉呀 這裡遮探了很久 終於可以坐下來了 推個架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主要是時間耗了特別久 這次通過南京的延跡這個情況 我們會發現 我不是特別喜歡 長途馬車 在這裡 有一點點 多久 那天 很多的東西 有一點點 沒有 有一點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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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完全腾出来之后呢,又垫了点东西进去 要填充一些东西,然后那边也要放一些东西 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呢,就是我从那边带回来很多东西在这边 大概已经摆满了我面前这个柜子 感受一下 从上到下,几乎已经填满了 没错 所以呢,在明天呢,我大概会把所有东西呢 标上价格,像每一个东西我会标一个价格 异于市场价的二手价格 然后呢,PO到 PO到网上的 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 日后会有很多东西呢 大家在国内的 也可以去买了 所以我会在网店上 所以我会在网店上做点小小的文章 加一点东西进去 希望大家 关注我的网店 然后今天呢,要跟大家说最后一件事情 其实今天下午呢,我去 外面吃了一个肯德基 在那之前呢 跟妈妈在这边逛了超市 而逛超市呢 是这样的 感觉有点消耗的心酸 呃 当时去超市之前呢,我另外一个视频正在电脑上渲染 我觉得OK 我应该有时间去 陪妈妈去做点事情 到了超市之后呢 我们就去 一开始买菜 当时大概六点多 然后买菜的过程中呢 我妈妈就 有一些菜拿起来去撑了筋 因为它一撑筋的话会给你贴着价格的表情 但是呢,有一些 就没有去撑 我说为什么不撑 我妈说 再等20分钟 我说,嗯? 刚开始我不太明白 后来我说OK,那你等吧 我呢 就用这20分钟时间呢 买了一些 嗯 我小时候特别想吃 但是当时又买不起的东西 或者说当时自己没有能力去购买 所以我用这20分钟时间呢 买了很多吃的 像这样的 香脆面 像这样的 小焕熊干脆面 还有这样的锅巴 这样的锅巴 还有这个 属于 高档品 小时候吃的这种辣条 一般这个老爷和老啊 不太 建议啊 不太推荐去买 当然 所以我今天买了好多包 不同的 后来呢 还有这样的饼子 两个饼子 一个饼子 现在卖一块五 真的很贵 然后还有当时就是小时候 想吃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端的 就是 像这样的一个 果冻 今天为什么买这么多东西呢 是因为 小的时候没有钱 我现在想满足一下自己的 小时候的一些遗憾 算是弥补了 然后我们再聊到为什么会有这个20分钟时间出现的 是因为当时老妈 在等7点 有任何回事 等下来 要休息 在等3-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的话让家里人活得更轻松一点 以后至少买菜这个等待还是不要等了 任重而道远 回到家之后真的特别特别希望帮助家里人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次回来虽然说停留时间不长 但我会把所有的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 看看这个场面 嘿嘿 谢谢你跟我一起回来 跟大家说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